台湾最开始的时候是属于 那个自由开放的医疗师傅 完全自由开放 还有当时所推动的保险 第一个就是公保 公保来就是 公保来了就是那个老保 老保来了 金保还没有 老保 乙保 学生保险 还有运营保险 就把这些都包裹在老保里面 所以当时的老保 我也要坦白讲 当时老保有很多医院 很多医疗院所 包括大小医院都有 很多都做得非常不规矩 因为他们拿一张老保单都能够 换通医院 当时是这样 那我们爱的医院 从老保时代到现在 我绝对不换一张 老保单不可能换通医院 所以老保 为什么老保 民国83年 84年 会改 三月份 会改成 那个 钱与健保就有这个原因 因为他已经入肤复出了 我们应该改变了 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要去改变分级医疗 转诊制度 大医院要把他的医师 下满到地区医院来 或者诊手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药品 诊手很多都买不到 除了分级医疗以外 很重要的地方就是 使用者的峰会 我赞成调诊保卫 广万项思考 在哪里广万项思考 你老百姓 负担10个百分之 不要动 政府负担 30个百分之 总共40个百分之 雇主负担60个百分之 现在是这样 现在改变一下 患者一样 老百姓一样 负担10个百分之 的汇率 汇率是老百姓不动 政府负担30个百分之 和老百姓 租方负担60个百分之 对调 政府负担60 老百姓 雇主负担30 现在故事已经很穷 像这一次 这一次的疫情 不是把很多故事都搞得很惨的 这一次的武汉疫情是 健保的造妖剑 健保的造妖剑 把它整个 固好的一个面 不必要看病的面 全部造出来 患者你想一下 已经五六个五个多月了 患者能够等你五个多月吗 我生病 我能够等五个多月吗 不可能吗 就是你在大医院 很多就是不必要的看病 因为 他没有落实分级医疗的那个 叫做健保法第43条 你用比例字 你如果没有经过转诊到医学中心看诊 抱歉 你这一次看诊 你看了一万块钱 你就是自己要心负担50 百分比的钱 就五千块 我是希望我们高雄的整个医疗生活圈 那大中小小的医院 都能够很和乐的和睦在一起 能够打造 为大高雄的老百姓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为主着的爱护 来爱护我们这个 我们的台湾这个 这个高雄的这个民族的存在 这是我的期待和理想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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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